第1步 按照配件的大小统一摆放 第2步 将长纸板和短纸板并列摆放 第3步 按照顺序盖上面板并固定螺丝 固定螺丝时需要注意招征程度 注意 长面板需要放在短纸板上面 短面板需要放在长纸板上面 毛爪图案需要放在中间 第4步 翻转猫隧道 按照顺序固定顺序面板 注意铃铛球内外空洞必须 固定剩余螺丝 并注意调整角度 第5步 固定铃铛球 完成组装 组装完成 产品展示